你获得变成迪迦特利加与奈克斯斯的能力 在各个奥特曼世界里进行人道主义拯救 还没完 雷霆大师没有停下来 刚力破牛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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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破破破破破破破 四杀误杀六杀 就这样 小金牛走得很安详 另在墙壁凹槽处偷看的你都傻眼了 这个大师也太谨慎了吧 紧忙走出来 大师他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不会重生了 闻言雷霆又挥出三级必杀 才堪堪停下 谨慎一点 总没错 咱们出去支援陈帆吧 战场上 你变身为迪迦开始进行收割 而雷霆大师所斗之处 寸草不生 来 刚力破牛拳 沃鲁刚刚是在刚力破牛拳三连发之下 化作鸡粉 拎死前他就一个念想 雷霆这逼开东西了 你与幻兽斗士们见状 立刻对剩余的马格马军团进行收割 最终他们全军覆没 你松了口气 打开系统面板一看 不对 怎么保护雷古洛斯和保护第六连的奖励没到账 难道说突然 一道金色漩涡出现在空中 走出一个令你十分熟悉的身影 小心 你鸡芒大吼 化音刚落 绝对毁灭依然到来 雷霆反应很快 刚力破牛拳迎面而上 两者对碰进平分秋色 你们这些家伙 把迪亚波罗怎么了 雷霆冷哼一声 迪亚波罗 那牛子偷袭我 已经被我清理门户了 塔兹哥脸色没有变化 清理门户 你也呸 他的心脏你藏哪了 快交出来 雷霆笑了 你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我的意思是 刚那个牛子 被我连着打死了六次 彻底没了 我们听此言 塔塔罗斯面色愤怒 六次 迪亚波罗 你个二货 居然浪死了六次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留下来陪葬吧 说吧抬手召唤金色漩涡 西波利特新人 帝国新人 嘎次新人 巴巴尔新人 看得众人是头皮发麻 刚经历完大战 幻兽斗士们都比较虚弱 根本对付不了那么多宇宙人 你翻了翻奖励面板 发现有没西波利特胶囊 对呀 从没见过谁能从里面 破开这玩意儿 要么失失 几乎瞬间 一个透明的圆柱 将塔兹哥笼罩在其中 而幻兽斗士们也同时出击 朝那些宇宙人冲去 你第一时间来到西波利特新人面前 一手抓住对方的象拔棒 防止他解开西波利特胶囊 这一刻塔兹哥怒了 西波利特新人 你到底在做什么 塔尔塔罗斯大人 我不造啊 我什么都没做 一旁帝国新人直接开马 别装了叛徒 这里除了你 谁还会有西波利特胶囊 风不追也事实补上一句 干得漂亮 象拔棒新人 弯点我会兑现承诺的 塔兹哥听的是怒火中烧 居然被自己人给阴了 就在这时 圆珠里开始释放呛人的武器 塔兹哥感到自己的身体 逐渐青铜化 急得大喊 快放我出来 几个宇宙人冲出包围圈 正打算去攻击圆珠时 他们发现了一个滑点 我们好像都是被他威逼来的 干嘛要救 对对对对 嘎兹新人萌萌点头 我再也不想被他控制了 西波利特新人也反应过来 没错 他只是把我们当打手罢了 帝国新人看了眼西波利特 你总算承认了 果然是你偷袭的 不过偷得真好 伴随着话语 塔兹哥憋屈地化作了青铜像 玻璃圆珠也随之消失 嘎兹新人走上去 一击打碎了石像 现在我们自由了 听说宇宙换售权很不错 不如正当各个宇宙人 准备动手时 后方传来一声爆喝 绝对毁灭 哄 刚登场的所有宇宙人 全部化作了鸡粉 只见完好无损的塔兹哥 站在原地 脸上写满了事故 胆敢背叛我 死不足惜 雷霆剑壮 立刻汇聚能量 刚力 破牛拳 塔兹哥见对方来势汹汹 自己刚复活能量不足 所以立刻召唤出金色漩涡离去 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稍后发放 听到熟悉的提示音 你总算松了口气 诺牙体验卡算是留住了 接下来的一年里 你为防止塔兹哥再回来 选择留在第60行星 顺便学习了宇宙幻兽权 实力得到很大的提升 面对小金油 也是完全不虚 待一切安稳后 你告别了雷霆大师 回到现实世界 是时候 该去迎接特将军的地狱了 竟刚结束奥特使勇士 系统就发布新任务 前往特利加的世界 只是这个难度叫天堂 莫非很简单 要白给 你有点摸不着头脑 看了眼任务 消灭巴罗萨新人 获得随即奥特勋章三个 哦吼 看来真的是白给 刚想要出发 却接到父亲的电话 你妈生病了 快回家看看吧 你看了眼奖励空间 刚好那个净化之力 可以给老妈用下 所以立刻往家里赶 成家 你看老妈脸色不太好 妈 我刚学了个独门按摩手法 可以活络气血 净化体质 要么给你试试 陈母也不拒绝 好的 今天就享受下 儿子的服务 在按摩期间里 你偷偷把净化之力注入 虽然看老妈的样子 应该就流感一泪 但给家人用不心疼 一日 臣父臣母去医院做检查 说了没必要 都查出来是癌症晚期了 别浪费钱 给平安留一点吧 不 再查查 万一是误诊呢 三小时后 主任医师看着前天和昨天的报告 嘴巴大得可以塞进一个鸡蛋 癌细胞呢 怎么都消失了 什么 医生 你再说一次 绝对没错 您夫人现在身体状况十分健康 而且比同龄人不知道要好上多少 医生很是疑惑 请问您最近吃过什么东西吗 臣母也很懵 啊 昨天我儿子给我做了个按摩 就 文婷此言 医生抓住臣父的手 请务必带我去见见你儿子 臣家 你在房间里准备去副本 却发现门被推开 一个医生眼含泪狂 大婴隐于事 年轻人 你将带领医学界走向辉煌啊 啊 在得知真实情况后 你整个人都惊呆了 老妈不是流感 是癌症 还他们要晚期 玩呢 接下来 不管那医生怎么问 你死也不承认是自己的功劳 一口咬定 就是你们医院误诊了 最后医生也只好带着怀疑 信心离去 臣父臣母也很怀疑儿子 但光靠按摩就能治疗晚期癌症 又觉得特别不合理 夜晚时分 你擦了擦额头的汗 应该是混过去了 系统 传送我去特利加的世界吧 下一秒 你出现在一栋大厦的天台之上 便看到一台巨大的机器怪兽 落在运动场内 你看出来 那是被改造过的金骨桥特空机 但任务目标不是他 你也懒得理会 根据原剧情 巴罗萨新人掉到地球后 丢失了最后一枚猪罗种子 那玩意儿能让他巨大化 所以你打算趁这货还没找到种子前 将之直接灭杀 一日负责调查金骨桥的剑武 圣章人与杰明 在打开侧门时 发现了正在修理的摇晖 于是便将其带回总部 几人离开后 附近又出现了三道身影 他们好像对金骨桥也有点意思 但没有更多的行动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而你在高楼上看的是一清二楚 三个黑暗居然现在还好 未来是打算唤醒杰明体内的幽怜 从而获得永恒核心的遗迹大门 就在这时 目标巴罗萨新人总算出现了 你当即飞到他身后 一发激光枪打出 痛 实在是太痛了 巴罗萨新人喊出了声音 边叫边拿出一把大砍刀 朝你静直奔去 你当即掏出蛇心剑 与其对砍在一起 蛇 蛇心剑 巴罗萨新人惊了 你难道是加古拉 你自信一笑 没错 逼人行不更名做不改信 加古拉斯加古拉是也 稳停此言 巴罗萨新人满脸嘲讽 我看得像傻不一 你长得那么丑 哪有加古拉万分之一的帅气 这话说的 你一怒之下便怒了一下 反手掏出撕拍修姆光线枪 下辈子不要说话了 哼 巴罗萨新人 祖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三枚随即奥特勋章 请问是否离开副本 看了眼奖励 还没随即出是什么奥特曼 你也不急于一时 打算继续在这里逛逛 要是能触碰下永恒核心 那永恒特利加就能随时随地变 不再需要充电宝了 正想着 伊格尼斯来到了运动场 刚他看到你手中的枪与蛇心剑 眼睛闪闪发亮 这位极品小哥 手中的极品枪剑卖不 你有些意外 但不多 剑不卖 但你可以去找一个名叫加古拉的人 他家批发蛇心剑 再去找一个大空大地的人 他家批发斯派修姆枪 哦 加古拉与大空大地是吧 我记住了 他的黑暗三人组笑着摇摇头 这点小插曲 他们还犯不着插手 没多久 你回到宇宙飞船上 静静等待剧情发展 过不了一天 达达会出现 并且试图操控损坏的筋骨桥 到时候趁机与剑吾接触 一天过去了 街上的汽车突然失控乱撞 连胜利精英队的纳斯迪斯号 也陷入混乱 显然达达已经掌控了核心系统 并且即将向城市发射 蒂娜斯加农 你没有犹豫 化作数据进入到系统内部 直接变身为迪迦 一个载配了光线将其秒杀 但达达可没那么容易激进 化作黑白粒子 进入到已损坏的筋骨桥体内 站起来 一声令下 筋骨桥竟修复完毕 缓缓站了起来 不远处的剑舞与摇晖相视一眼 上吧 众所周知 登场越帅就被打得越狼狈 两二在开启正义的二打一情况下 竟处于下风 摇晖无语之急 这家伙操控金骨桥 也玩得太溜了吧 说着时 姚慧下意识就想掏勋章转形态 却一手摸空 可恶 勋章还在巴萨罗新人啊 随即看向特里加 剑舞咧嘴一笑 smile smile 看我的 说把切换为红色强力型 与金骨桥再度站在一团 而泽塔刚要上 背后出现了一个达达 释放出光线偷袭 泽塔被击倒在地 接着达达化作黑白粒子消失 出现在特里加身边 对他施展了同样的招数 哄 本在和金骨桥僵持的特将军 被一击打飞 可恶 特里加切换为紫色形态 对达达进行友好教育 而泽塔则却拦住金骨桥 没一会儿 达达被特里加的光剑攻击到 化作黑白粒子消失不见 剑舞也是松了口气 剑舞 救救我 剑舞转头一看 只见金骨桥用手拽住了泽塔的脖梗 正在跟他玩举高高 不管怎么挣扎 也无法脱身 剑舞紧忙拿出圆环之臂 对他进行斩击 然 除了刀刀火花剑出 金骨桥依旧纹丝不动 继续跟泽塔玩举高高 强力 红红 剑舞这才反应过来 正准备换成强力型 天空一声巨响 一道光线射在金骨桥的手上 将其直接打断 接着一个银黑色的身影缓缓降落 泽塔 惊了 奈克瑟斯奥特曼 你微微一笑 泽塔可真是我的好伙伴 这次出手主要是为了打入内部 从而获得永恒核心的力量 以后永恒特离家 想变就变 完全不需要在意消耗 念及此 你转换为准歌红 直接层叠风暴起手 一击把金骨桥打成了分子 达达的虚影也从中飞出 剑舞剑壮没给他机会 释放出束缚光线将其定住 泽塔紧忙凝聚一道泽斯第五光线 哼 达达算是彻底被消灭了 解除变身状态后 你找上剑舞两人 做了一番自我介绍 随后剑舞把你俩带回了纳斯第四号 陈四队长可不知道你是奥特曼 直接审问起来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自信一笑 我与金监光国会长来自同一个地方 此话一出 陈四瞳孔微缩 很快 金监会长来了 看到你身穿TPC队服 他整个人都震了一下 不过马上表情转换回来 两人都没有说话 看到陈四一脸懵 正疑惑着 只听见金监开启灵魂口吻 行程是什么职位 王牌飞行员 追过多少次机 52次 每次都是什么机 飞燕一号 剧监会队长西夏的适儿适女 儿子 中方根本不会什么 中方根本不会喝酒 迪加奥特曼别名什么 举山超力吧 最后一个问题 要怎样才能变成迪加奥特曼 把大鼓熬成汤 紧 整个会议室死一般寂静 唯独陈四脑子在嗡嗡作响 他们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接着 你与金监两人互相都哈哈大笑起来 果然是老乡 以后你就先在这里住着 想住多久就多久 第二天一早 姚会在圣张人的帮助下 弄好了变身器 跟众人告别离去 剑吾是唏嘘不已 平安哥 你不会也要走了吧 你笑了笑 我不会那么快走 以后有什么麻烦 开口就是 好嘞 剑吾高兴不已 回到基地刚好碰上在里面乱逛的伊格尼斯 哟 鸡瓶兄弟 你也被关在这了 不 我是禁监会长的客人 客人 一刀秒杀巴罗萨新人 确实可以成为会长的客人 此话一出 见无惊了 难怪他跟姚会一直找不到那货 原来是被平安哥干掉 突然 大屏幕上发出警报 高原处出现一只怪兽 而那个地方 刚好是禁监会长今天带杰明去的目的地 你眉头紧皱 看来幽怜的力量马上要复苏了 永恒核心 我来了 已经进肩带着杰明去到一处高原 告诉了他一切的真相 你身上继承了幽怜的力量 或许能拯救世界 杰明也很懂事 爸爸 不止我一个人在战斗 还有圣章人 剑吾和精英胜利队呢 就在这时 大地开始颤动起来 走出去一看 是卡尔米拉派出的加高尔贡 陈斯第一时间让猎鹰号去保护 而你 剑吾以及圣章人则乘坐飞行器来到现场 发现加高尔贡只是到处破坏 没有真正意义上攻击杰明 你脑子微微一炸 原来如此 卡尔米拉不是要杀人 而是要让杰明陷入危难 然后激发出幽怜的力量 会长杰明你们还好吧 剑吾第一时间关心起来 没事 这只怪兽应该是冲杰明来的 那么就由我来守护女儿 话音灯落 隐藏在山体中的秘密基地忽然打开 在张人的木凳口袋下 警戒戴上了远程操控眼镜 控制起了飞烟一号冲出基地 而你则在附近进行侦查 根据原剧情来看 希特拉姆是没法洗白 毕竟吞噬了伊格尼斯的家园星球 但贡子哥与卡尔米拉是可以的 两个都是恋爱脑 有策反的可能 战场上飞烟一号与恋鸣号联合攻击 连加高尔弓的皮都被打掉 见无见撞竟忙跑到隐秘处 掏出胜利神光棒扣动扳机 看到心爱的特利加登场 暗中的卡尔米拉内叫一个恨 三千万年前将我封印 待我复苏后想找你报仇 你居然被真宗剑舞给附体 放心 我一定会杀了那个人类 然后再让你回到黑暗 回到我的怀抱 最后狠狠地蹂躏 方能解我心头之恨 这番计划 听得希特拉姆与公子哥浑身寒毛竖起 宁得罪小人 莫辜负女人 突然 塔尔米拉发现特利加又被打趴在地 笑了 果然 冒牌货就是冒牌货 哪能和我心爱之傲比 此时加高尔弓踹开特利加后 对着杰明释放一道石化光线 然 一道光盾荡在了他面前 使幽怜的力量觉醒 竟间见机不可失 操控飞燕一号 朝加高尔弓的眼部射去 哼 实在是太痛了 愤怒之下 加高尔弓朝飞燕一号 来了一记光线 令其左侧起火 竟间自信一笑 你当我是星辰大鼓一流吗 看好了 这才是王牌飞行员的操控 加高尔弓见小小飞机 居然敢调戏自己 怒了 凝聚一道石化光线 再次击中飞燕一号的左侧 眼看即将要石化 操控眼镜也看不清 前方的敌人时 竟间会长展现出神秘般的操作 脱掉装备 用心灵去感受敌人的弱点 今日目的已达 走 炎弓带着两奥迈入黑暗 一切都被暗中的 你看得一清二楚 未来卡尔弓拉交给剑吾去相处 至于公子哥吗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战斗结束后 竟间找到张人 你的老师石刚在调查古代遗迹时 发现了很多新东西 改天交流下 看能不能更快的破译石板 好的 我会和老师联系的 一旁的你听完眉头一皱 石刚隆一 明面上是TPU年轻优秀的科学家 但其真实身份 是超古代地球警备队的顶级科学家 扎弓鲁 从三千万年存活至今 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让自己也变成光 而在这个世界里 唯有从特利加身上才能获得 所以剑无能够变身战斗都是他在背后操控 竞尖会长不过是个工具人 你很想去提醒下 可竞尖未必会相信 除非当他面变身敌家 想到这 你打算找个合适时机跟竞尖摊牌 刚要离开 便看到一道红色身影躲在暗处 静静的凝望着杰明 哦吼 公子哥 原来在你到副本世界前 杰明给了公子哥一巴掌 他就陷入了迷茫 一旦看到杰明 心跳就不断加快 看到这 你脑子里产生了一个计划 所以先去找杰明 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有关于你爸爸那个世界的秘密 你俩走在一个人际罕见的道路上 公子哥则像个痴汗般跟随着 突然一只手拍了拍他肩膀 你惨了大公 你坠入爱河了 我年公子哥一懵 你说的是人类的爱情 那我该怎么得到 一个尼斯笑了笑 想得到爱情 很简单 你去拦住他 然后抚摸他的脑袋 接着闭动他 闭动 公子哥感觉脑袋好痒 好像在三千万年前 卡尔米拉也避动过特里加 应该可行 于是乎 现实主义的公子哥 直接来到杰明面前 吓得对方直接掏出胜利神光枪 黑暗巨人 你到底想干嘛 公子哥没有理会 伸手向杰明抓去 却在半途被你单手挡住 人类 公子哥并没有在意 可当他发现自己的手 无法再动弹时 惊了 为什么人类会有那么大的力气 你也有点苦恼 不愧是刚力战士 我的强力技能都拉满了 居然只是堪堪绑住 趁此机会 杰明连忙向精英胜利队请求支援 你很事无语 公子哥 是谁教你这样恋爱的 公子哥指了指一个尼斯 是那个利休利亚新人教的 他让我把女生按到墙壁里 然后锤烂墙壁 难道不对吗 大哥那是会出人命的 好歹你先变个人类模样吧 公子哥点点头 使用力量将自己变成了一个 你很熟悉的人 我来敢擦 你整个人都惊呆了 真他妈是公子哥啊 你新将来的 杰明也是目瞪口呆 你想干嘛 公子哥摸摸头 那个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很明显 他不愿意 强扭得刮不甜 不 公子哥坚定地摇摇头 我想要爱情 要杰明的爱情 你实在受不了了 这样吧 你天天跟着他保护他 说不定某天会被你感动 公子哥蒙蒙点头 好的 以后我就是他的守护天使了 说完便化作流光离开 在暗中尽情保护 你对公子哥的这一迷惑行为感到好笑 身在田中不知田 挥手方为犬中犬 就在这时 弟弟沉睡的怪兽苏醒 从下面钻了出来 杰明惊呼 那是我们队伍一直在观察的那只 没想到居然苏醒了 不远处的公子哥一听 似乎明白了什么 直接巨大化成打共 向怪兽冲了过去 这一刻 一个你死懵了 杰明傻了 你麻了 胜利精英队的人全愣了 怎么事 黑暗居然不是敌人吗 怎么突然保护起地球来了 反观达共打得内叫一个起劲 在刚力战士以及唇埃的buff加成下 将怪兽摁在地上疯狂摩擦 最终以绝对的力量释放出绝对的必杀 落在了懵逼的怪兽身上 解决完后 达共便回公子哥来到了杰明面前 看到了吗 我为你猎杀这只怪兽 我可以更好地保护你了 说实话 你本只想给达共一点洗白的思路 没想到他这么上道 直接把怪兽给养了 不怕回去爱卡尔米拉的小皮鞭 杰明总算反应过来 打没 我们是敌人 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温年共子哥开始认真思考起来 良久 他摇了摇头 不管如何 该保护你的时候 我会出手 因为我喜欢你 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说完共子哥便消失在黑暗之中 喜欢一个人 是不需要理由吗 杰明喃喃自语 但很快就摇了摇头 被一个黑暗巨人喜欢上 压力山大 很快张人得知了情况 直接抄袭圣明枪 什么狗巴东西 居然敢抢我喜欢的女孩 你紧忙拦住 别冲动 就你这小胳膊小短腿 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 一旁陈寺队长提出建议 既然达共倾心于杰明 那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入手 去策反他 不行 绝对不可以 张人当即反对 可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达共好像对我没防备 不 你不能去 达共是钢力战士 是个莽夫 不会思考 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你的 可杰明依旧很坚决 张人 我不认为达共是个莽夫 至少他有认真在思考 会不会是你带滤镜去看待了 死言一出 张人喉咙一甜 捞血直接从口里喷出 青梅竹马的妹子 先是差点和剑舞扯上关系 现在好像又偏袒黑暗巨人 苍天啊 黑暗深渊处 达共刚回来 便听到希特拉姆的声音 哟 人类的保护神 怎么舍得回来了 达共没有理会 而是在一块石头上 开始了思考人生 令卡尔蜜拉与希特拉姆 很是疑惑 这货要长脑子了 几天后 你在大街上走着 发现前方大厦顶层 站着一名女子 以为是要亲生的人 刚要变身去救 却发现对方身上 泛起了大量黑暗力量 变成了卡尔蜜拉 接着在城市里大吼 原来当卡尔蜜拉得知 达共也遭遇爱情后 刺激到了 所以才会加速计划的进行 很快见无化 身为特利加降临 卡尔蜜拉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卡尔蜜拉妩媚一笑 我想要你回到我的身边 特利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他